所以記得 這個使用逐存格 B1到L1 這個記得 這個要改成A1 如果沒有改A1 好像畫出來圖會怪怪的 沒辦法畫出他要的那個圖 然後呢 其他應該蠻簡單 樣式8這個選一下就可以了 記得含有資料標記的雷達圖 那請各位在做另外變化圖的時候 請你把那個圖稍微改一下 你盡量選擇那個 你覺得你最能夠呈現你想呈現的 比如說這個地方你想要呈現的是 到底哪一個ABCD 世家的印表機公司 生產的哪一家的評價最高 如果你只是要表達這個的話 到底哪一種圖是最適合的 你可以試試看 雷達圖知道有沒有別的更適合的圖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再試試看 那主要是希望說各位可以對那個所有圖表 都有一定的深入了解 然後並且以後呢 想要針對你想要表達的數據 找一個最恰當的圖出來 這個其實很重要 不然的話你用到一個不正確的 或者是不恰當的圖 雖然一樣很漂亮 但是好像沒辦法呈現你要表達的 然後當然效果就打折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說與雷達圖 剛剛那個新的工作表 完成以下的項目 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圖表區的文字 要16 OK圖表區文字看一下 圖表區文字在哪裡 圖表區文字 基本上呢 上面這些文字都是 所以你點它一下 有沒有發現 點一下之後 這些字全部都被選起來 千萬注意喔 你要點一下 不要再多多是再點一下 如果再多點一下的話呢 變成說你可能選其中某一個 那你選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用常用裡面的 把字的大小調整成16號字 所以點它一下 16 字都放大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那個什麼呢 圖例的部分 顯示在右邊 然後大小為12個 12字大小 那圖例在哪裡呢 圖例在這上面 有沒有 這個叫圖例 可是它希望放在右邊的話 那該怎麼放 其實有幾個方法 這邊有個加號有沒有 加號這邊可以看到圖例 你可以從這邊把它改成右邊 OK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式 Ctrl一下 我記得如果你不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也可以從圖表設計裡面的 新增圖表項目裡面的圖例改在右邊 不過好像哪個地方比較近啊 如果這個好像這邊找到圖例 右邊就OK了 可是這個方式的話 變成你要先進到圖表設計的 這個新增圖表項目的圖例 感覺好像這個就變多很多個動作 有沒有 好像這比較快 OK 不過結果都一樣 那我們用這邊好了 圖例裡面把它改成右邊 好 再來四大小很簡單 選取狀態下 常用裡面把它改成12號字 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1跟2完成 3的話 取消圖表標題 怎麼樣把標題拿掉 其實第一個方法最簡單 點它一下按Delete 這樣就不見了 方法1 Ctrl D 方法2的話也一樣 這邊不是有個加號對不對 把這個打勾取消 它也會不見 看哪一個比較簡單 好像這個比較簡單 Delete也OK啦 反正結果一樣就OK了 再來的話 變更色彩為色彩3的圖表樣式 樣式的部分 在理論上應該會是在哪裡呢 在圖表設計裡面 看到一個變更色彩 那你就找到那個色彩3 色彩3應該這個吧 1 2 3 應該是這個 我猜應該 應該是這個 對沒錯 色彩 不過舊版好像叫色彩3 可是我們這個版本 它有多增加幾個字 叫豐富的調色盤3 有差嗎 好像也沒什麼差 OK 就多了幾個字 叫豐富的調色盤 所以OK 點它一下 可能以前叫色彩3 人家搞不清楚說 什麼叫色彩3 所以它就為了讓這個 訊息更加的清楚 所以它就加了豐富的調色盤 意思是幫你把這個調色盤 調到你圖上面 這個調色的調色 OK 點它一下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資料標籤的 類別名稱 改成什麼呢 字的顏色改成藍 出體字 所以你要知道 什麼叫類別名稱 類別名稱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指的是 類別的名稱 類別名稱應該 這個是類別標籤吧 類別名稱 這叫類別標籤 類別標籤 是這個吧 還是這個 應該是類別 我記得應該是這個 類別標籤 類別名稱 它指的是同一個東西 然後呢 點它之後的話呢 一樣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顏色的話呢 就是A嘛 改成深藍 深藍的話是這個 點它一下 OK 然後呢 再把它改成出體 出體的話就B B的話按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這一體 最後的話 一樣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另存新檔 然後呢 把它瀏覽一下 放在這邊 改成EXA 然後呢 這一體是310 就把它改成310 把它存檔起來 另外的話呢 請各位 試著把這個地方呢 再選這個範圍 一樣選這個範圍 再選底下這個範圍 然後呢 試試看 把它繪製什麼 繪製另外 插入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利用那個 雷達圖 請各位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用別的 別的圖 然後換成別的樣式 反正就是跟剛剛的雷達圖很像 但是就是不要用雷達圖 那你有沒有辦法 如果不是用雷達圖 可不可以呈現出 它應該呈現的 凸顯哪一個廠牌 它比較 比如說到底哪一個廠牌 好像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用雷達圖的話 它主要是凸顯說 四家廠牌到底哪一家的是最好 不過你會發現 好像那個低廠牌幾乎是碾壓 所有的廠牌的資料 因為它幾乎全部都是最好的 只有一個比較差一點 列印品質 它好像輸給那個C廠牌 那列印數都是最快的 但是價位的話 這個價位應該指的是最合理吧 價位高 然後其他的服務家 好像幾乎都是最好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換別的圖 比如說我想要凸顯真實的數量跟比例的話 或許你可以試試看 堆疊直條圖 或者是說你可以堆疊橫條 其實這個是直條 橫條的話放旁邊 那到底直條跟橫條有什麼差別 除了資料是放在 中向跟橫向的差別之外 那你也可以再感覺一下 到底放中的好 還是放橫的好 這個可能就是自己要去感受一下 不過以這個資料量太多的情況下 你放下面 這個字 如果斜斜的跟這個字橫的放 好像感覺放這樣會比較易於閱讀 如果放這樣的話變成怎麼樣 它是斜的斜大概30度吧 變成說如果我是一個使用者的話 那我看資料變成我頭要跟著歪30度 這樣看 這樣感覺好像有點不符合人體工學 所以建議怎麼樣 如果兩者比較的話 好像用這個堆疊資料會稍微好一點 那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看看有沒有別的圖更恰當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我今天用什麼 用折線圖呢 或者說我用其他的像區域圖的話 有沒有辦法 甚至上部圖等等的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再另外用一個變化圖 順便去比較一個各種圖的呈現的樣貌 OK 試一下 所以把這一題完成 好 等喔 好 等喔